各位有棒球迷 早安玩玩 我是阿渡凱 中華直播的機賽就要結束了 那今天就來幫大家整理出 富邦漢將幾位 意外獲得的收穫 富邦漢將今天在上班介紹 我想所有的富邦漢球迷看到 都能夠把一整天吃過的食物都給吐出來 因為他們打得實在是太慘了 原本從中心兄弟挖來了他們首席教練來當總教練 可能是因為他們忍不住紅衣中喚寫的陣痛期 所以就找來了邱昌榮 來看能不能夠帶來一波新的希望 但沒有 大家都看到了 富邦漢將上半季就只贏了16場比賽而已 更追平了可怕的連敗紀錄 但下半季以後不在店裡 勝率已經拉到了5成以上 跟上半季相比之下 完全判若兩隊 這其中就是因為有幾位今年已經成長的選手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幾位選手吧 以下數據都截至2022年的10月24日 首先戴培豐就是其中之一 戴培豐前幾年雖然長時間待在一軍 但是只能夠在板凳做異象訓練 他的表現也沒有其他平鎮選手來得亮眼 至於今年則是因為張敬德炸掉 所以戴培豐才有更多機會上場 他今年在配球、擋球和阻殺人能力上 都已經是在水準之上的表現 而打擊也都有所成長 今年的OPS加也有77的成績 雖然不到聯盟平均 但和去年只有15的數據相比 今年也確實成長了非常多 而富邦也很仰賴戴培豐 在林坤生嚴重退化的情況下 張敬德同樣也陷入低潮 好在有戴培豐補上來 今年在伏凱琪出現的情況下 戴培豐甚至還被評比為 金手套熱門人選 就可以知道今年戴培豐的成長 到底是有多麼大了 三分球喔 一棒三分 富邦漢將逆轉喔 富邦漢的滲頭也飛走了 再來是力量人的出現 富邦漢將今年內野陣容很幸運 只要有一位選手嚴重退化 就會有另外一位選手頂踢上來 對 簡先內野 范國城在被富邦漢將選進來的時候 就是被期待擁有長打大砲 但是林一拳的卡位 讓范國城只能被趕去三壘 結果他在三壘的失誤不斷 讓大家對他的印象很慘 不過今年范國城大幅進化 也達成了很多項的紀錄 像是聖牙第一次參加明星賽 還有第一次拿下單月MVP 加上聖牙第二次再見安打的紀錄 就連安打榜上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讓今年范國城的力量人這個綽號 開始不進而走 防守上也有很多美激的出現 在金手套玩最佳食人的競爭上 也是非常熱門的人選 兩號兩壞 拉懷在右半邊 哇哦 范國城 藍得漂亮 nice catch 這是個精采的美激手 很強勁 所以他判斷的時間很少 我覺得他最後其實是有一點順手去撈 剛好找到球的彈跳 這方打擊出去 說再見 再見安打 你 第三個是月月的陳世鵬 以前最不被富邦漢將隊友支援的投手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 陳世鵬的滲透數也越拿越多 但這不單單是因為隊友打線支援的關係 陳世鵬本人也越投越好 陳世鵬在王劍民被挖角那一年開始 表現就開始脫離正軌 2020年防禦率就是爆高的5.21 去年則是4.72 兩年累積下來拿下8勝22敗 今年季初開始 防禦率就一直維持在不錯的三字頭 不過9月開始 陳世鵬的表現也越來越好 從季初吃六局都很吃力的情況 到了9月吃六局只是小吃一樁 用滑球跟直球控制上 都比上半季還要好 每場比賽最多就是出現兩個寶送 和上半季的控球狀況差得非常多 9月陳世鵬也以防禦率1.46的成績 搶下生涯第一度的單元MVP 好 月月陳世鵬 近況相當不錯 今年的ERA是2.75 而且處於三連勝當中 7K喔 哇 這個球會爆落空 陳世鵬繼續把他... 第四個就是富蘭哥 原本富蘭哥從墨西哥被找來的時候 幾乎很少人看好這位投手 因為他的控球狀況實在是很糟糕 感覺就只是來秀個紅字的投手而已 但沒想到的是 富蘭哥來到中職以後大爆發 保有原本紅字球速的水準 又還加上他改善了他的控球能力 今年富蘭哥只打了半季 就替富邦出賽37場的比賽 包含一場先發 投了50點一局 只出現了10次的寶送 目前看起來富蘭哥的直球控球能力非常優秀 但變化球控制力就稍微沒那麼好 富蘭哥的出現也讓今年不穩的曾俊悅 在賽季的後半段有喘息的空間 甚至明年如果富蘭哥蓄留富邦的話 又會為富邦的鐵牛棚戰力更添加一道防線 而且還很可能一局抗下富邦的救援投手 這對於富邦漢將來說 絕對是利多的一大驚奇選手 最後一個我選到的選手是賴之源 可以說是今年富邦漢將最大驚奇的選手 前幾年在Lamigo時期被炸了體無完覆的他 去年金某跟著前衛拳客座投手教練張立凡一起訓練 被他調整投球機制以後大爆發 從防球點和發力機制都調整了一遍 也在春訓期間參加了衛拳龍7強2的測試 雖然很可惜沒有被牽下來 但是也在衛拳測試位結束後 被富邦漢將牽下同時大爆發 今年6月才升到一軍拯救了富邦漢將上半季出問題的牛棚 在心態上同時做了很大的調整 賴之源表示 因為體會過什麼都沒有感覺 所以今年學會把每一次登板都當成最後一次登板 比起保留實力倒不如用盡全力 今年同樣只踢富邦出賽的半季 就出賽了40場投了剛好40局 拿下了17個終極成功與三勝0敗的成績 40局的投球當中只被敲出27隻藍打 送出了23個三勝與11隻的四壞球寶送 角出防禦率1.35與0.95WHIP值的成績 更曾經連續16場的出賽都沒有失掉分數 可以說是富邦漢港今年最驚奇的選手 哇喔 這個接近轟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保持身體健康 這一球精彩 讓大致的揮棒螺孔再來1K 哇那支援在8局上下 單機至少都要40到50場出賽 來看一下右外野方向的一個飛球 右外野手已經是做定位喔 今年對於富邦漢將來說 雖然又是失望的一年 邱昌榮和洪顧問一樣 在季中走上了幻血這條艱難的道路 但至少他們二軍的深度還算是不錯啦 因為他們今年二軍拿下總冠軍 代表他們二軍人才非常多 可以抓幾位有潛力的新秀上籃 或許明年就會是爭冠的勁敵了 吧 好啦那也將進入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了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追蹤我IG、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去我的生活頻道 阿肥不凱生活繼續去看一下 我是阿肚不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